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修一台电压力锅 客户说是不能加热了 然后我们通常店试一下 然后这个加热直凳不亮 直接是保压 保压这个直凳是亮的 我们看一下 像这个情况 它是不会加热的 这个水啊 它一直是凉的 像这种直接开机 显示不加热 直接保温的情况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 这个压力开关 它有问题以后 就会出现这种保压的情况 我们用弯表的二级弯档 测一下这个两条黄线 看它有导通不导通 不直接导通 现在有这么大的阻值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压力开关坏了 我们把它拆下来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这个压力开关 拆下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问题在哪 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触点这儿 触点它氧化 接触不良 它就是不能正常加热 像这种情况 我们如果不更换的情况下 可以找个砂纸 在这个触点这儿给它打磨一下也可以 最好是更换一个 更换压力开关 需要调压力 然后一些网友可能他没有那个专业的设备 他也调不了这个压力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用个这个砂纸 给它打磨一下 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操作方法 一些网友也可以这样自己就可以做维修 非常简单 然后就这样打磨两下就可以 打磨好以后 我们用弯表再测量一下 现在直接打通了 这个就已经修好了 我们把它安装到锅上面 然后我们通热垫 点一下煮饭 好 现在这个加热直直灯已经亮了 这个锅就已经修好了 问题非常简单 好了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